接着我们带您看4G大战 中华电信抢先宣布开台 再来是远传 今天是台湾大 身为电信三雄最后一个宣布开台的 台湾大的董事长蔡明星 他用好久沉忘底来形容 说台湾大一定会后发先知 不担心最晚开台 很久没露面的台湾大董事长蔡明星 率领一级主管宣布台湾大4G服务 正式开台 只是刚开台的4G问题多多 老师蔡明星也坦诚 各台的4G建设刚刚开始 现在大家这个建设都还没有完成 只是先开台让大家有这个体验 所以各大业者其实基地台的部件 都还不是很完整 台湾大寄出的费率 跟远传中华电相差不大 只是台湾大最大罩门 却是开台初期 只有700MHz可以使用 像你现在如果要搭上4G的列车 可是你的电信商 如果刚好是台湾大或是远传 那你的手机选择可能就少了一些 像我旁边现在拿的这支手机 就是电箱自制的手机 它就可以容纳4G 可是最热门的iPhone呢 它就不能用4G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应该是可以的 应该是全品的 除了电信商自制手机 台湾独有的700MHz 让消费者选择不多 目前主流手机只有HTC的M8 或是三星的S5 加上电信商自制手机 算一算也只有10支 而国际通用的1800MHz 消费者还得再等一等 所以我个人估计呢 大概最快可以提供服务呢 大概在今年的第四季 1800就可以两边 远传跟台阁大都可以提供服务 我看见行动科技打破了旧规则 看准九把刀 超人气 台湾大 新广告 主打在地名人 另一家中华店 责砸重金 请来国际巨星 去过这么多地方 是不是真正感受过这个世界 帅气的金城武 为航空业拍摄形象广告 魅力的外形 也被中华店向重 据说六月底 新广告就会出炉 各家拼四居 比费率牛肉 也比行销大战 三星文 林玉峰海中 台湾报道